农民们奋力的销啊销 平均每分钟就能销上好几颗艾文芒果 最近芳寮鲜果的副产品加工区几乎是忙翻天 因为芒果逐渐量产 加上近年来加工副食品广受市场欢迎 系列商品热销 为果农及加工食品业者带来极高效益 芒果的最主要产地是在屏东仿山跟芳寮 它的盛情量大 可是最近因为大陆观光客来台的关系 所以说最近的芒果干的需求量这几年相当的大 可是这样的话 虽然是他观光客来台容易没有直接收益 可是他还是建议收益者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芒果赤鸡品 我们除了做冰沙 我们还可以做芒果干 尤其大陆客来台最喜欢买的是芒果干 也就是因为这样 促使我们的芒果的生产都不会有过剩的问题 供不应求 酸甜酸甜的其人果冰 有那个恋爱的滋味很好吃 业者亲自推荐在地生产的情人果 从芒果的腌制 削皮到剖面加工完全不马虎 完全制作且烘烤出芒果最原始的独特风味 很好吃 QQ的都甜的 我们这边都那个口干锅 烤原味的都都很干净的 QQ的很好吃 很好吃 锅味很甜 純天然的好吃 它在采收锅它是一个后熟阶段的话 你如果放在外面有湿高的情况下 它品质容易变化 基本上会维持它最佳的生产的品质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销之前一定要先运 强调品质把关 副产品加工不仅有效的减轻市场 供需失衡的压力 更能透过多元面貌的特色商品 带动地方芒果产业发展 其中偏向外配及老年人口的就业问题 也能在营运的过程里获得改善 尤其在我们乡村地区的话 它的就业机会原本就很少 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个 我们可以利用到农村一些剩余的劳力 这对整个农村的经济 我想应该是有点小帮忙吧 近年来副产品成功抢势 芒果产地价也随着越来越高 业者强调 加工品的顺利行销 就等于多方农民卖几个芒果 期盼未来多元产品的行销及整合下 能更加带动芒辽香发展 为地方农产打响知名度 屏东兄不停于详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